专注于带来潜力球员的第一手信息 大家好,我是Terry 今天在美国高中联赛的赛场上 进行了一场万众瞩目的比赛 由小皇帝詹姆斯之子 四星高中生Bron James 所率领的塞拉小谷高中 迎来了甜瓜安东尼之子 小甜瓜所在的 克里斯国王高中的挑战 在20年前 这两位球星二代的父亲们 就曾在高中赛场上碰面 当时甜瓜率领项树山学院 以72比66战胜了詹姆斯的 圣文森特圣玛利亚高中 那场比赛时 时任2002届全美第一的甜瓜 全场25投14中 看下了34分11篮板两助攻的数据 而时任2003届全美第一的詹姆斯 则27投12中 拿下了36分8篮板6抢段5助攻 两人均打出了顶级的个人表演 今时今日的小甜瓜和Bronny 他们的水平远无法与其父亲相比 身为高二升的小甜瓜 甚至还不是校对主力 但两人的碰面也代表了一种传承 所以这场比赛不仅仅被ESPN 安排了全美直播 现场也大腕云集 除了詹姆斯 甜瓜安东尼 还有蝙蝠侠皮棚 肯杨马丁 甚至包括金卡丹山 本场比赛作为赛拉峡谷的大当家 Bronny James的发挥符合其平均水准 全场拿下12分6篮板三助攻两抢段的数据 帮助赛拉峡谷62比51战胜克里斯国王 他在比赛中把自己的特点很好地发挥了出来 包括三分线外的手感和劲爆的动态天赋 一个抢断对手后 下快攻的单手Pico 则让人们从他身上看到了他老爸的影子 这位在ESPN可以排在2023届第34位的球员 一直以来就在大量的关注度和质疑声中长大 在夏天接受体育话刊采访时 Bronny就表示过 很清楚如果论能力和天赋 他远无法与其父亲相提并论 但仍然期待可以走出属于自己的一条篮球之路 至于小甜瓜 Kan Anthony今天则替补出场 拿到了8分 两篮板两助攻一抢断的数据 这位在247体育可以排在2025届全美第62位的高二升 本赛季才刚刚升至校队一队 拥有一手不错的投篮技术 但身体比较单薄 对抗一般 不过球他们均看好小甜瓜 可以在高三高四赛季迎来爆发 当然除Bronny和小甜瓜之外 本场比赛还有两位球星二代 拿到6分的蝙蝠侠皮棚的小儿子 Justin Pippen 和得到5分6篮板的 便是Hedewy的次子Ashton Hedewy 这些球星二代们从小接触着最好的篮球资源 接受着最科学最系统的训练 已经在高中篮球界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势力 除此之外 旅美少年庞青芳也收获了8分3篮板的数据 赛后得到了一些球迷们的称赞 兄弟们这本期视频感谢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